女士们,现在我们马上开始了,来,下一段会,请大家就坐。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段会,给大家讲一讲错误信息和伪造信息的趋势。 我叫Debri Steele,我是亚太广播联盟新闻总监,我们的总部在吉隆坡马来西亚,我原来是一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编和播音员。 好,开始了。 错误信息是无意的传播了不正确的信息,然后得到这些信息的人,他们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去传播这样的错误信息。 而伪造信息是故意的伪造内容,达到欺骗的目的,这是一个故意而为之的行为。 那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对于错误信息还是伪造信息都有蔓延之势,而生成是AI,又是错误信息和伪造信息的风险进一步的扩大。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人工智能实现了很多任务的自动化,比方说发现模式,进行分析整理数据,发现欺诈。 但是生成是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型的人工智能,它能够重新编辑,归纳,甚至创造新的内容出来。 所以生成是AI一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它能够对内容进行合成和制造。 合成内容实际上是人工的制造,对数据和媒体进行人工的制造和编排。 一方面它会起到误导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它会改变信息和数据的原意。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方说五角大楼遭受了炸弹袭击, 然后乌克兰总统告诉乌克兰的军队你们投降吧的视频, 还有特朗普穿着球服的视频,还有一些色情视频, 还有教皇也是穿着奇装异服这样的视频, 这些都是伪造信息,但是看上去非常的逼真。 所以有鉴于此,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对于生存式AI进行滥用, 来进行虚假的叙事,传播谎言和错误的信息。 生存式AI取得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 而且在有一些案例当中, 我们原来预计一项创新要五年才能够实现, 现在半年就能够实现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预期在线内容的大幅度的增加, 特别是基于生存式AI的在线内容,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它比作一场海啸, 与此同时对于信息的消费仍然是两极分化的, 这在线的算法它能够向你推荐内容, 使得信息消费的两极分化进一步的加剧, 人们进一步的固化在自己固有的见解当中, 降低了批判性思维。 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他们在被算法来在某种意义上操作, 甚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回声筒的一部分, 回声筒不仅是放大了错误的信息, 而且也使得人们越来越难基于正确的信息来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所有这些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段会上又听到了公共的信任在很多国家都处于下滑之势, 借着今天我们为什么开这段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新技术和平台带来了诸多的机遇,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降低由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 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解决错误信息和伪造信息, 我们需要多管齐下, 一方面我们要提升人们的认知能力, 另外一方面要让信息共享的系统受到严密的保护, 也需要监管和科技创新双管齐下, 包括要有更加先进的验证工具。 好了,我的介绍就做到这儿, 我们先讲一讲我们今天的各位讨论嘉宾, 首先我要代表塞拉利昂通信技术和创新部长向大家表示歉意, 他今天不能够来到会场, 他让我向大家致歉, 好,让我接下来, 我们的清英艺术大学法学院教授, 三本龙燕教授。 欧盟委员会价值观和透明度副主席维拉朱罗瓦女士, 他要确保民主系统制度不会受到外来干扰, 然后replit.com的创始人, 以及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玛丽亚雷萨女士,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Nick Suzo排放监督委员会, 来自排放监督委员会, sorry, 他来自于META监督委员会, Nick Suzo, 这是我们的几位讨论嘉宾, 好了, 我先提出第一个问题, 提给三本龙燕教授, 来自于英清艺术大学的法学院, 我们现在看到,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 正在以更高的复杂性, 创造性的信息,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于错误信息和伪造信息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非常感谢, 那么在这儿呢, 我用日文来发言, 因为这是我的母语, 生成式AI是一个又好吃又有毒的苹果, 这是我打的比方, 为什么我来打这样的一个比方呢? 因为生成式的AI带来的内容, 它本身有一些偏向或者是错误或者是错误的信息, 这就是它有毒的一面, 另外一方面呢, 生成式AI给你带来的体验是非常平顺的, 这就是它美味可口的一面, 一旦吃上瘾了, 你就会一直吃下去, 吃完一个还要再吃下一个, 所以呢, 我将这比为非常美味又有毒的苹果, 好, 先来讲一讲它的毒性, 这样的毒性啊, 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过程, 使得我们无法做出独立的判断, 同时呢, 如果一个人中毒了, 那么那些中毒的人, 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 就会继续传播这样的毒性, 所以在生成式AI当中呢, 他们本身呢, 会起到一个训练的作用, 使得接受这样的毒性的受众呢, 会把这个毒性传播给整个社会, 这是我们的担心, 另外一方面呢, 生成式AI, 能够让错误信息或者是伪造的信息呢, 得到很多倍的瞬间的放大, 会带来一场信息海啸, 像这种错误信息或者是伪造信息的海啸, 能够由生成式AI来促成, 所以我们的挑战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这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应该加以重视的, 会发生叫集体中毒, 集体幻象, 集体幻觉, 集体幻象, collective hallucination, 好, 接下来我想问Maria, 同样的问题, 谢谢, 谢谢我完全同意三本教授的意见, 但是呢, 我也想再进一步, 一方面呢, 生成式AI带来的缺点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的自由意志, 会使得我们的情绪武器化, 首先是在社交媒体当中会出现错误信息的武器化, 当人类第一次接触AI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恐惧, 愤怒, 然后呢, 我们会用一个词叫部落主义, 或者叫激进化, 偏激化, 因为我一直在研究, 像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的有毒的理念, 是如何渗透到社会当中, 如何使得一些人变得极端, 使得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成为了一个自杀式袭击的爆炸手, 爆炸袭击者的, 他把这种仇恨啊, 恐惧啊, 让这些人能够和自己的家庭, 和自己身在其中的社会隔离, 这就是他的武器化的过程, 而生成式AI是2022年11月发布的, 他又往前进了一步, 而且呢, 美国的一个报告也讲到了, 研究了生成式AI对儿童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他会产生一种叫做孤独症, 也就是说呢, 他会去绑架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思考, 首先呢, 我们会感到恐惧和愤怒, 第二步呢, 是生成式AI将会放大我们的, 会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拨下孤独的种子, 那从2021年, 从11月到现在啊, 我们现在看到自杀的人越来越多, 犯罪率上升, 而且呢, 公众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 这种生成式的AI, 或者是这种类型的AI, 人们仍然认为它并不存在, 但是呢, 凌晨两点的时候, 当你去接触这些内容的时候, 那你就会上瘾, 那么有一些初创企业会说, 生成式AI是你们的好朋友, 生成式AI会成为你的越来越好的朋友,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不光对个人产生危险, 对这个社会产生危险,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喜欢技术, 我们希望尽快地使用技术, 但是呢, 我们这个对世界来说, 是一关键的时候, 必须要采取正确的举措来应对, 谢谢Maria, Vera女士,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 错误信息, 这个虚假信息的问题, 我是代表欧盟, 代表欧盟议会, Maria刚才分析的非常深刻,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欧盟, 在监管方面所做的工作, 首先呢, 生成式AI, 确实在这个错误虚假信息方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那么刚才说错误信息是那种无益的传播错误信息, 但是我现在我们讲的是错误信息, 也就是说呢, 是刻意的, 是危险的, 需要监管的信息, 而且, 虚假信息呢, 如果他们采取协调的方式来刻意的破坏社会, 对这个安全, 对社会的安全产生极大的冲击, 而且比如说对选举产生干扰的作用, 所以呢, 这种虚假信息, 它是刻意的一种过程使用, 这个像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变成了一种有毒的鸡尾酒, 所以呢, 我们正在出台, 欧盟正在出台一个人工智能的法律, 专门有一章讲这个, 就是说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个章节里头, 首先, 人工智能不能够控制人类, 应该反过来人类控制人工智能, 也就是说, 技术一开始的时候, 在整个生命周期, 人必须要控制他的算法, 确保, 这个及时的解除使用的技术带来的危险, 所以呢, 我们分的三类, 中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然后游戏对那些高风险的进行加大控制的力度, 而且呢, 也具体的列举了欧盟立法中不能接受的一些这种场景, 讲到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人类为自己创造的权利, 比如说本权啊, 还有这种言论自由只能给真实的人而不能给虚拟的人, 也就是说它是真的属于人类的, 不是属于那些虚假人类的, 现在呢, 我们就这个, 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章节正在编辑和我们要确保实用者他们要有知情, 也就是说呢, 尤其人工智能产生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说对那些图像和文字进行一些标记, 或者是那些虚假的东西有一个标识,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这个选举中因为这些技术有这个可能性操纵这选举, 扰乱这个选举, 那么这些东西因素应该剔除, 当然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 尤其在讨论这个问题, 在议会, Randy Michelle, 是这个白宫的这个国家全委员会代表, 谢谢, IGF邀请参加嘉宾, 讨论也非常荣幸见到这些嘉宾, 也非常高兴来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 生成智能降低成本将提升速度, 那么因为用这样的速度有一些使用那些东西来操纵, 而且产生一些虚假的信息, 而且呢, 有点像真的, 那么影响到社会, 我们的国家安全社会会影响到公众的信任, 尤其是对那些AGBT妇女, 还有那些少数民主, 以及那些边缘化的社区产生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 在那些正确的, 或者是号称正确的信息里头, 可能也会影响大家对民主机构的信任, 而且呢, 使我们的法律系统产生风险, 最近, 那斯多华克, 他是破坏了, 介入了一个选举, 那么, 他们在四百小时之内发了一个断评, 短的视频, 那么, 而且呢, 操纵了这个原来真实的一些信息, 所以呢, 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一些风险呢, 美国政府正在提升意识, 尤其对那些真实信息的意识和透明度, 需要15个这个AI公司加强承诺, 通过创新来确保人们的安全, 包括这些公司呢, 要做出承诺, 搞一些机制, 确保使用者了解, 那么, 如果视频和音频是AI的, 包括那些号称真实的信息, 那么, 应该有一些标识说这人工智能, 尤其就那些AI生成的一些内容, 除此之外, 我们也制定一些工具指南, 来认证这些和区分那些人工产生的内容, 而且呢, 标识这些AI的生成的内容, 同时, 就是也对我们政府产生的内容, 能够打上标志, 这样的话, 公众可以了解, 哪些是来自, 比如说美国政府提供真实的信息, 包括那些水印, 或者是一些数字, 那些技术, 签名技术, 同时呢, 我们也警告那些可能会粗意使用的, 滥用的那些AI技术, 当然, 通过我们认证, 完全依靠政府的认证, 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跟我们的盟友, 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来加强全球落实的步骤, 所以特别高兴地看到, 欧盟的同事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希望其他的国家, 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努力, 建立一个强大的, 全面的这种认证的机制, 我们协力来治理一种全球的标准, 确保我们的公正, 能够区分和确认, 把那错误的信息和政府发布信息驱开, 而且知道哪些是有人工智能, 或者受到操纵的这些内容,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跟公民社会研究机构, 还有标准化机构, 来加强合作的力度, 就像今天的这样的论坛非常重要, 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利益相关方来参加, 那么拜登总统和副总统一直在讲, 而且召集了很多那些这方面专家, 还有公民社会专家, 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组织这样的会议, 我们希望类似这样的活动会有更多的举行, 谢谢。 你作为这个META的监视会, 您有什么见解, 感谢这个组织, 我觉得讨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的嘉宾讨论, 确实对内容的篡改, 或者是认证, 或者是数据的信赖, 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首先呢, 很抱歉, 我们, 我想讲两点时间比较短, 讲一些技术的细节, 尤其是讲一些具体的一些挑战, 讲到人工智能, 泛泛讲人工智能, 升能智能容易, 但是呢, 比较复杂的是, 如果我们看一下需要怎么样的回应, 尤其涉及到这些内容啊, 涉及到这些内容的话, 这个就比较难了, 所以呢, 第一点我想, 就是这个错误和虚假信息的问题, 介绍嘉宾的时候, 那么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 从定义讲的讲, 虚假信息是故意的, 错误信息是无益的, 那么, 当你涉及到, 讲到那些管制啊, 措施的时候, 还有惩罚那些散布虚假信息人机制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你看看它怎么传播呢, 这些信息, 它是通过那些恶意的行为, 但是呢, 也通过主体的媒体, 或者是社交媒体来传播的, 也就是说, 是通过那些只参加这讨论的普通的使用者, 他们这些人, 在这个传播这个虚假的信息方面,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 我就这一点首先要区分好, 第二点, 即使是一些比较正宗的, 真实的信息源, 当然, 加标志很重要, 我们, 让大家意识到, 哪些是, 人工智能生成的, 人工智能是在塑造信息方面起了什么作用, 让他们了解很重要, 但是呢, 当我看到电邮的时候, 那么, 或者是我拍照的时候, 我也使用很多, 这个, 这种处理的技术, 也就是说, 你知道, 现时所有的媒体多了少少都受到的操纵, 所以呢, 我觉得, 光关注标识啊, 或者是认证的方式, 它是有限的, 效果是有限的, 那么, 比如说, 甚至是有很多的创新, 将长期的存在, 也就是说, 产生很多非常好的一些使用场景, 所以呢, 要确保啊, 我们不要混淆, 这样的概念, 尤其是, 就是说呢, 可能, 在某种情况下, 一种解决方案是可以的, 但不见得它是一种放置信号借助的一种解决方案, 要搞清楚这一点, 好的, 我想提醒大家, 屏幕上看到数字啊, 这是每个演讲人分给你的时间, 那么, 为什么他不能展开讲呢, 因为他要遵守发言的时间, 时间管理的必要性,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问一下这个三本龙岩先生, 那么公众对于这个错误信息非常关注, 尤其在这个选举政治运动的时候, 那么对错误信息, 虚假信息在线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我们在这些东西做到什么地步了, 有什么样的教训呢, 谢谢, 我觉得涉及到, 我们看到两个方向, 第一个呢, 这个问题变得很严重, 更加严重, 但是呢, 我们看到希望之光, 所以两个不同的方向在出现, 这个问题愈演愈烈, 因为这个平台经济, 这个他们的模式非常复杂, 也就是说呢, 信息泛滥, 我们说信息太多, 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处理每一条这样的信息, 所以呢, 我们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才是一种新的业务, 所以呢, 我觉得让用户来参加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们的算法, 还有他们的业务模式呢, 也偷掉了很多用户的时间, 我想这导致了错误信息和税率信息的放大, 而且平台经济下呢, 有时候通过错误信息呢, 它可以增加很多的业务, 把它赚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原因呢, 它越演越烈,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信息污染的问题, 那么大家都有同感, 在各国之间, 所以呢, 大家各国之间, 在公众和企业之间, 政府公众之间进行合作, 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就提高数据的促养和这个数据的教育, 学家的力度, 所以呢, 我想要了解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 要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想, 我们要解决这个结构问题和生态问题, 生态系统问题, 需要利益相关方, 这是一个经过认证的提供信息的人, 经过认证的提供真实信息的这个相关方和的机构, 需要它的参与, 也就是说信息的标准化, 在全球需要考虑, 而且这个数据素养需要提高,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结构问题的话, 好的, 确实数字素养, 我想我们第一节会也讲到, 还有需要公众提高它的意识, 来减少这个风险, Nick, 您觉得我们现在为止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 过去的几年, 出现需要信息, 可以说呢, 讲了很多干扰选举啊, 或者是全球大流行方面, 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信息, 也就是说呢, 对那些纪录公司, 平台公司来说压力很大, 要搞一些应对的方案, 那么, 什么能够奏效呢, 应对挑战方面, 但是呢, 有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首先, 比如说素质素养啊, 还有这个, 这方面的情况, 就是能力提升方面, 来应对, 增加大家这种, 处理这种信息的能力, 这个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重要的目标, 在全球流行, 到流行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吸取了一些教训吧, 首先, 技术公司可以有所作为, 那么很长的时间, 技术公司, 他们希望介入, 认真的问题啊, 或者是内容方面, 希望介入的, 比如说在大疫情的时候, 需要紧迫的, 就这些这个错误信息, 需要信息做的反应, 我想这也是促使它, 现在加快了速度, 显然, 技术公司是可以尽一份力的, 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但这个非常的有争议性, 就这个作用, 要求技术公司, 他们去做决定, 去管辖大家如何来交流, 尤其呢, 就是, 现在尤其是有更多的, 这个虚假信息的时候, 那就更重要了, 技术公司呢, 它可以用比如说, 垃圾邮件这样的系统, 去找那些虚假的那些的, 一致性的那样的行为, 但, 那, 就是传播这些虚假的信息, 那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现在是没有定论的, 周二的时候, 我们的监督委员会呢, 我们看到有Facebook脸书上面呢, 它里面呢, 是把拜登的总统的一个视频, 进行了一些扭曲和修改, 那个视频已经挺久时间了, 那我们的委员会呢, 当时呢, 就是说向公众一起来进行评论, 因为这个对话呀, 不能够由技术公司采取技术方案来做, 因为这个问题, 它实际上本质来讲是社会问题, 所以我其实真的想鼓励大家, 就是说如果说可以的话, 可以来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 在我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把问题都先摆出来, 让大家进行对话, 因为它特别的复杂, 希望有更深度的对话, 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包括政府部门的同事呢, 都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能够真正的去划分界限, 哪些是可以接受的, 哪些是不能够接受的, 在这些私人的平台上发布的这些信息, 尤其是现在讲到选举, 不仅仅是美国的选举, 世界各地选举都是如此, 待会儿肯定会从其他的嘉宾当中, 听到很多的见解, 下面来讲讲, 妇女、女童、难民, 包括少数族裔, 还有彩虹族等等, 他们其实都是受到了很多虚假信息, 和错误信息所造成的伤害, 我们几周前呢就看到, 一些西班牙的女孩呢, 她们是出现在了一些色情的一些视频当中去, 那我们可以采取这些措施来保护这些社群, 赋予他们权利呢, 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来保护自己, 要不然你先讲一讲, 其实上一个话题我还有好多想讲的, 但是我现在就回答您现在提的这个问题,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就是不太光彩的一些做法, 尤其是妇女在公众, 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些政客呀, 包括这些法官啊等等, 她们就是如果说女性在这些位置上一发言的话, 经常会受到攻击, 包括彩虹族还有少数族裔, 只要是大家觉得跟大众不太一致这样的小众啊, 就会受到攻击, 我们在看到攻击的时候, 立法部门就应该要行动起来, 在欧盟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法规,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激进的, 非法的这样的攻击, 它不是嘲讽, 它其实是可以激发暴力的, 我们在欧盟这是非法的, 上个世纪就你看一开始啊, 当时的大屠杀, 它其实就是从这样的一些语言开始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去进行执法, 然后去区分开哪些内容是非法的, 哪些呢是对一些群体和个人是代表的仇恨言论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欧盟在这方面呢, 我们把这些都认为是非法的, 现场现下都是如此, 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注意力经济, 我觉得这它就是非常不光彩的生意, 当然大家去做算法的这样的大些的技术公司呢, 这么多年他们都挣了很多钱, 就是从这些仇恨和一些发人警醒的这样的一些, 或者说是根本就不堪入目的这样的视频当中去挣钱, 在欧盟我们是把这些大的技术公司, 让他们找过来跟他们说他们不能够继续这么下去, 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是关于仇恨言论, 还有虚假言论呢和虚假信息呢, 其实呢都是有一个行为标准的COC的, 那现在呢我们在朝着这个有约束力的这样的法案, 在朝那方面在迈进关于虚假信息, 是有惩罚的措施的, 在欧盟我们不能够被动的去回应, 针对就是线上发生的这些, 针对某些群体的这样的攻击, 关于妇女呢我觉得这还不够, 所以说呢我们就提出呢就要有欧洲这边的一个法令, 是反对对妇女暴力的, 就包括数据就是线上的这样的暴力, 现在呢正在立法, 我觉得现在执法部门, 你比如说警察呀保安啊, 他们这样呢就能够有这样的工具, 有这样的法律工具来进行执法, 来帮助我们真正的让这些法律落地, 保护受到攻击的群体, 包括女性,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刚才讲到了注意力经济, 这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提法, 在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下, 仇恨还有恐惧, 包括愤怒, 其实是更能博人眼球的, 所以在注意力经济当中呢, 刚才讲到的这些群体, 他们是非常脆弱的, 容易受到攻击, 在现实当中是如此, 现在线上更是严重, 仇恨言论, 虚假信息, 错误信息, 交织在一起, 叠加在一起, 真的就是变成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棘手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很快地来进行缓解, 但在,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呢, 就是要让人权的组织, 就大家都很信任的这样的人权的组织呢, 去报告这样的一些事件, 他可以去做一些事实的调查, 还可以去把这些调查的结果公布出来, 关于这些我们刚才讲到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这些文章啊, 就是这些报告, 必须要大家要去读, 那平台公司呢, 平台经济这样的公司呢, 他们就要把他们的合作也要讲出来, 这些平台公司他们有责任这么做, 来自己也要对虚假信息错误信息的这种报告的结果要公之于众, 同时呢还要去重点地去宣传他们调查的结果, 这应该是他们的责任, 我们讲讲日本的这个雅虎, 他们就有专门的一个事实调查中心, 是去年刚刚成立的, 他们也会去分享调查的结果, 那一些国际的, 包括媒体的这些组织呢, 他们近来对这些结果进行核实也非常的重要, Maria, 你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简介, 我有很多的想法啊, 我从Yamaloko教授的这个观点来讲起, 争取三分钟讲完, 讲到结构的设计, 那其实就是从设计上来讲, 他现在这种设计啊, 就是要让这个谎言传播的更快, 2018年, MIT就说谎言传播的要快三倍, 但现在我们的这个新世纪当中, 我觉得这个速度可能更快了, 情况更糟糕了, 因为所有的这些安全的措施都现在在往后退, 你看现在的X, 包括Meta, 他们把名字都改了, 但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不容乐观, 我们刚才讲到了受害者, 就在现实当中, 这是不允许的, 那其实线上也一样, 因为你在手上, 你自己跟你线中并无二致, 不是说是两个人, 都会受到影响, 那最关键的一点呢, 刚才Nik讲到了这一点, 就是说我认识很多的人, 在这个委员上, 我们讲到有三点, 三个D, Deny, 就是否认, Deflect, 就是反应, 还有呢就是Delay, 就是延迟, 就是说如果说这方面没有事实的话, 那大家就不会信任你, 而这个其实这只是我们讲的是第一代的这样的接触, 刚才Randy也讲到了, 自愿的行为是很好的, 我们也尝试了, 2016年到19年都尝试了, 但行不通, 那现在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做法, 因为现在带来的伤害要厉害得多,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事实的话, 那就没有信任, 那选举就不会有就是诚信, 你比如说在瑞典那边呢就提出来, Freedom House就提出来了, 全球呢60%是在威权主义的政府当中, 今年呢又上升了, 占到72%, 2024年会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要感谢欧盟推出了这样的法律, 但我想说, 它现在其实就是乌龟在竞赛啊, 因为技术它每两周就在更新, 那我们必须要更加敏捷的去行动, 我呢其实也是在负责就是IGF的这个领导小组, 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是非常治理这方面的工作的, 我们必须要行动的更快, 不能够只依靠技术公司,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挣钱, 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 要感谢欧盟, 欧盟它推出的这些政策已经很好了, 但是还是很晚, 你看2024年台湾要选举, 1月份, 现在都已经有很多来虚打信息了, 2月份印尼, 全球第二大的穆斯林选举也要选举,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这样的选举, 有可能会出现菲律宾那样的被干涉的情况, 包括你看在欧盟这边有很多要选举的, 包括加拿大英国等等, 不设美举, 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要关注这一点, 问题很大, 那是谁受到的伤害最大呢, 那就是最脆弱的人群, 就是在南方国家, 机制不够健全的那些国家, 我已经超时42秒了, 还要再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错误信息, 其实就是这些技术公司, 它是希望你能够去用的, 但你现在你只能够去找到这些虚假信息, 就是你在反恐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知道他们是谁, 你能够把他抓住, 那这样的可能你技术公司, 你可能就只是少振点钱而已, 你是可以把他们找出来的, 下一位请Nick发言, 我们今天讨论啊, 其实是更多的是在讨论监管了现在, 但现在更多我们要关注的呢, 就是少数族裔, 还有经常被歧视的这些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工具来保护自己, 我简单的讲一讲, 因为前两段超时了, 补一下时间回答您的问题, 下一步我们要思考的呢, 就是要去认识到, 权力非常重要, 任何一种技术, 包括机器学习, 它是从已有的这样的体系, 这样不平等的世界当中学习的这样的一种系统呢, 它是会反映出来的, 很多时候还会加剧这些不平等, 就是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 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如何回应, 如何去帮助这些边缘化的群体, 和脆弱性的群体的时候, 经常大家忽视的一点呢, 就是要去承认这一点, 就是这很重要, 这些人到底是谁, 他们有什么样的人际网络, 就是发出这些虚假信息, 错误信息的这些人, 他们到底是谁, 背景, 大的背景也很重要, 但技术公司要去找到这些信息呢, 其实挺难的, 技术公司呢, 它会找到比如说机器学习的这个错误率, 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不是特别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它可能说有98%的这样的准确率, 但它实际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说权力真的重要的话, 那技术公司就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来保护这些人群, 确保它的这些工具, 是能够被这些人群所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 我们现在在讲, 就是这个技术中立, 但如果说忽视这些权力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这些脆弱的人群, 他们受到的伤害更多, 这些边缘化的这些人群, 他们更难去寻求救济, 予以应对, 有鉴于此,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更主动出击, 确保我们打造的这个体系, 在打造的时候就保留了这样的等级增压的制度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打造这个体系的过程当中, 就去消除这样的制度呢, 我觉得自主性非常的重要, 但我不想让大家把这个负担又重新的又放到那些边缘化的人群手中当中去, 我们要更, 而我们要更加的主动出击, 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些应对这些问题方面呢, 有一些监管性的一些挑战, 您觉得有哪些? 我就一句话来简单的来总结一下我的观点, 就是你的这个药啊, 不能够比病更加害人, 在欧盟这边呢, 我们在进行这样的政策的时候, 都一直记住就是我们要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就是说在未来其他人提出别的言论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不太舒服的话, 那我们要确保你不会说它就是虚假的信息, 或是错误的信息。 讲到虚假信息的时候, 其实虚假信息它一直都存在着, 互联网跟社交媒体出现了以后呢, 虚假信息就以光速在传播, 它的这个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发生了以后呢, 我们欧盟这边有很多来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些虚假的一些宣传, 政治宣传。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说受害者就是他们这种侵略者, 包括现在以色列也是如此。 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就是这些政权, 他们在使用虚假信息方面,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 从欧盟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有一个志愿性的机制, 让那些大型科技公司来参与到其中, 让他们和欧盟委员会呢, 进行配合在各个成员国当中呢, 进行事实检查。 现在呢, 我们现在看到在有些国家当中呢, 这些国家可能规模较小, 他们的语言比较独特, 这些大科技公司就比较难以开展工作。 之前我们讲到了斯洛伐克大选, 那现在呢, 科技公司在斯洛伐克来进行事实检查, 由于语言障碍就比较难做。 那我们的Code of Practice,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准则当中呢, 对于内容的制造者呢, 以及他们的资助者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比方说我们也和广告行业在合作。 另外呢, 在我们的行为准则当中, 我还想讲两点, 我们正在增强欧盟境内的媒体的自由独立性, 这一点呢, 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希望人们能够有一个获得真相的途径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确保媒体能够这样做, 那而且呢, 要让人们去做出选择, 对于那些传播虚假信息的媒体呢, 一旦他们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人们就可以不去选择收听收看这些媒体, 这就是媒体独立性的必要性, 要给公众的足够的各种媒体来源的选择。 那么刚才呢, 山本教授也讲到了这场工作呢, 是一场长跑, 它不是短跑, 但是我们不能够无所事事, 等到我们的社会具备更强的复原力, 我们现在, 因为每天都面临着虚假信息,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行动。 在欧盟我们也划播了很多的资金, 也支持了很多此类的项目, 我认为我是守时的。 好, 您刚才请Maria Ressa来讲一讲监管方面面临的挑战, 我觉得监管方面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就像第一个嘉宾讲到那样, 今天的数据决定一切。 那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得到的是数据的实时提供, 然后呢, 数据能够告诉你其中有哪些模式和趋势, 一旦你有了模式和趋势, 你就能够去看到有可能对社会已经造成了哪些伤害。 一方面呢, 有些大科技公司主导了数据, 但是一旦我们有了守门员, 有了监督, 有了公民社会监督, 就能够让拥有数据的方方面面要负起责任来。 那么现在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在这些社交媒体上, 大家都是可以畅所欲言的,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像Baron Cohen这样的一个喜剧演员, 多年前就说了, 实际上关键是在于一个分发模式, 也就是说, 为什么谎言传播的比事实要更快, 为什么经过检查的事实传播的速度更慢,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整个公民社会, 必须要让事实的传播更加有影响力。 这样我们也要在对于市场的监测上, 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我们曾经和三十个诺奖获得者一起告诉梵蒂冈, 告诉教廷, 我在这儿可能是有点在开玩笑了, 就是摩西十戒当中有一戒就是不能说谎。 最后我们要打造一个监管框架, 我很少用missinformation, 我不用虚假信息, 而是用错误信息这个词, 我用错误信息这样的表达更多, 因为如果讲虚假信息的话, 这是恶意的伪造信息, 我在我的获奖演说当中曾经说, 虚假信息相当于有毒的污泥着水, 我们当然不是说要去对抗AI, 对抗人工智能, 晚些时候我们能够讲一讲生成是人工智能的, 它的指数性增长的性质,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 不管有多少游说, 这是一项难题, 我们如果监管机构不知道怎么造飞机的话, 它无法去监管航空业,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大厅是怎么, 建造出来的话, 你无法去建立安全的系统, 确保这个大厅不会开会开到一半就倒塌, 所以首先我们需要透明度, 那么DSA也正是希望能够打造更大的透明度, 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说, 我们需要有更加明确的问责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如何来界定公共领域的安全, 就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如果对于制药企业没有任何规章制度的话, 我可以让这部分听众接种假疫苗, 另外一部分接种乙疫苗, 没有任何的法律来规定应该接种什么样的疫苗, 或者是说接种了疫苗的人都死了, 不好意思啊, 给你们接种了疫苗不好, 我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现象, 但是呢,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监管规则, 对于我们每天拿到手机上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们首先要有透明度, 第二呢, 要有惩罚机制, 也就是说一旦你在信息的传播上造成了损害, 你必须为之负责, 好, Randy Michelle, 作为数据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我们如何将两者合二为一变成prosumer, 今天数据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正在合二为一成为生产消费者, 我们如何来进行监管, 在今天瞬息万变的科技环境当中呢, 透明是一个具有关键因的因素, 我们必须要给公众各种各样的工具来理解什么样的信息是纯正的, 什么样的信息是不正确的, 那么再来我想讲三个关键点, 首先呢, 我同意刚才讲的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不是万能药, 不能够解决一切, 但是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 因为技术呢, 是整个公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那么第二呢, 我们要在虚假信息和合成信息之间做出区分, 那么合成信息和虚假信息不一样的呢, 是我们能够给它打上标签, 并且呢, 我们能够去找到识别合成信息的方式, 对合成信息如何来处理, 那像AI的开发企业呢, 要确保他们开发出来的产品是安全的和值得信赖的, 而且呢, 必须要为之做出承诺, 这会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也是刚才您刚才讲到了一种自愿的承诺, 我同意, 光有自愿的承诺是不够的, 那么这也就是, 现在美国正在推出一个行政命令, 来确保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去监督, 确保AI的工具对社会有益, 确保创新的同时呢, 也要负责任, 要去管控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威胁, 这我讲的第二点, 现在拜登政府正在这样做, 第三点呢, 我讲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 也就是技术解决方案的第二个组成部分, 那就是公民社会的参与, 要给各个社区更多的赋能, 让他们能够拿出方案, 打造一个具有复原力的社会呢, 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方式, 在第二次民主峰会上呢,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务院共同宣布, 为了推动信息的纯正性和复原力呢, 我们会向公民社会的组织, 媒体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呢, 增加资助, 让他们拥有相应的培训工具, 能够识别信息, 并且对于虚假和错误的信息做出回应, 这三点来说呢, 都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如果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话呢, 能够打造一个信息社会的任性和复原力, 应对这些威胁, 而政府呢, 也必须要能够帮助公众识别权威的, 就是纯正来源的政府发布的信息, 与此同时呢, 技术继续的顺序万变, 而监管规则呢, 也必须迎头赶上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是政府公民社会, 还是企业, 我们都有责任来携手努力, 确保AI能够进一步的扩大, 而不是减少对于事实信息的获取, Maria, 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合二为一的公民, 这是也要动员全社会的参与才能够做到, 我先从新闻媒体的行业讲起吧, 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守门员的责任, 从2014年开始,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去做的是, 我们来审视一下各个国家的大选, 它并不是一场赛马会, 而是这些选举对于民主的存续来说,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和OpenAI协会进行合作, 我们也在和他们探讨如何使用OpenAI, 我们现在就今天有一个团队正在和他们进行探讨, 我们如何用OpenAI这样的新的技术, 把这样的技术用到公共领域, 如何让OpenAI这样的技术对于民主制度来说更加安全, 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我讲的第二部分呢, 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告诉我们的人民, 我们是如何被操纵的, 那么这样的告知我们做的不够, 大家都非常热衷于技术, 但是我们必须要超出技术发烧油的阶段, 我们要看到技术对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的阶段, 以及在IGF很多年之前创立到今天多年来, 我们经历了一些阶段, 我讲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我们讲了更多的透明度, 更多的问责制,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讲到了很多的价值观, 像白宫推出的变革的蓝图, 还有经合组织推出的文件, 今天他们会推出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需要打造的互联网, 那这些价值观已经到位了, 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现在让这些价值观能够付诸实施, 感谢欧盟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呢,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 我只剩下56秒时间了, 此前就超市过了, 抱歉, 但是我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公民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是公民社会的一员, 我们不能够仅仅限于成为内容的消费者, 我们要成为真正的网络社会的公民, 我们要回头来界定, 在谎言指数级增长的社会当中, 正确的行为规则是什么, 比方说我个人每个小时会收到90个攻击我的信息, 充满了仇恨, 然后呢, 我一直在做好了准备, 可能要坐牢,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需要整个社会都参与到集中, 我们需要整个社会的男男女女都站起来, 来捍卫我们信奉的这些价值观, 谢谢。 好, 三本教授, 请您来讲一讲我们如何能够成长成为更好的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好的, 就像很多的嘉宾讲到的这样, 增加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网络当中的教育, 比方说消化信息的过程当中呢, 你必须要能够认识到你是如何在消费信息的, 叫做信息健康也非常重要, 那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 大家今天就越来越重视, 我们在吃什么, 我们在消化什么, 食物必须是健康的, 是谁生产的食品, 用了什么样的食材, 用什么样的技术, 用了什么样的添加剂, 配料, 所以呢,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非常注重安全和健康, 50年前到100年前,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 是不太重视食品健康的, 但是呢, 我们在食品健康方面呢, 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 大家对于食品健康, 食品卫生也越来越重视, 我在这儿打了一个比方, 那么大家都注重膳食平衡, 这也是多年来我们吸取的一个经验, 我实际上把同样的概念也用到信息当中来, 我们在消费信息的时候, 也要注重信息的健康和安全,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吃掉很多的数据, 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化学添加剂, 我们要把这些化学添加剂给识别出来, 所以呢, 信息卫生, 信息安全也, 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到, 你看到的信息是谁生产出来的, 他们用什么样的过程, 比方说生成式的AI, 来生成这样的信息的, 所以呢, 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 我们的吃东西要注意, 膳食的营养和平衡, 那在数据上也是一样的, 那在消费数据的时候, 也要讲究平衡, 卫生和健康, 所以提高认识, 提高教育程度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呢, 我也是在负责一个, ITC, 就是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 知识普及委员会的工作, 我也希望呢, 把IT的教育程度, 以及信息健康安全的概念呢, 更加广泛的加以传播, 我们必须对于我们自身, 当我们暴露在有害的数据的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识, 一旦信息健康安全的想法, 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的话呢,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去应对那些技术公司带来的不良的影响, 因为呢, 他们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 仅仅是为了盈利啊, 有一些公司, 而我们呢, 就能够通过这样的信息健康安全的理念, 让整个市场的透明度进一步的提升, 而且呢, 一旦出现了在信息健康方面, 工作没有做到位的公司, 我们也能够公开的对之加以谴责和批评, 来促成他们的正向的变化, 通过提高信息领域的教育程度, 以及信息健康和安全的理念呢, 我们能够更好地达成我们的目标, 非常感谢山本教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大家也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想法当中的价值,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有部长级别的回应, 首先呢, 要请印度尼西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副部长Nissa Patria发言, 谢谢。 各位阁下, 为尊敬的访谈嘉宾, 各位参会的代表,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呢, 我想感谢大家参加这段会, 印度尼西亚也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印度尼西亚的经验。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来应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带来的影响, 众所周知, 随着互联网不断地普及虚假的信息呢, 也更加广为传播, 误导公众舆论, 特别是深层式AI也进步加征这个趋势, 2021年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报告, 印度尼西亚的62%的网民都报告了社交媒体当中传播了虚假信息, 或者是滥用的信息, 很多网民也是从社交媒体来获取新闻的, 那么这一趋势令人警觉, 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的两极分化, 虽然我们印度尼西亚认识到了AI, 有可能会为我们的人民的福祉带来很多的益处, 面对这样的形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位于东南亚的民主国家之一, 印度尼西亚积极地采取行动来应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带来的影响, 通过我们的信息通信部的工作, 我们推出了综合全面的战略来应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 通过建立国家数字技术教育中心, 而且从上游的角度来说, 我们从立法到执法进一步的加以推动, 而东盟也推动了管理政府信息, 应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框架, 那么这个框架当中是有一个路线图让东盟的各个成员国能够更好的识别应对, 并且采取措施来打击虚假信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 我也想再次强调一下, 我想强调我通过以下的措施来应对错误信息、虚假信息, 首先我们需要不断提高社会的素质素养, 来鉴别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人们不会成为错误虚假信息的牺牲品,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比如说让疫情期间发生的这些悲剧再次重演, 而且必须采取激励的措施, 尤其是要在讲成机制方面改革, 要鼓励大家获得那些有意义的可靠的信息, 最后一点, 通过企业采取能够控制错误信息区的信息技术, 尤其是使用像用这个深层深AI的技术来促进在这个打造一个基于真实信息的数字生态系统, 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这个新技术方面打造一个更加具有任性的社会, 所以从而造福我们的后代, 谢谢。 Paul Ash, 新西兰有关数字和网络的总理的特别代表, 感谢邀请我们有一个稿子, 我要做一些, 听到大家发言之后的一些反应, 那么大家讲到, 当我们每个人都有时间的控制, 时间限制,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崛起啊, 确实呢, 我们必须要带来很多挑战, 也机会的同时带来很多挑战, 需要解决, 还有, 对这个, 这个儿童和这个妇女, 还有难民啊, 那些少数族裔啊, 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关注他们, 也就是说呢, 给他们打造一个参与式的这种氛围啊, 他们来参加这个过程, Maria, 其他人都讲到了, 这个事情非常紧迫, 70%的政体属于威权, 那么在联国193个国家, 也就是说只有44个国家, 不是属于这样的政体, 也就是说, 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受到这样的错信息, 虚拟信息的影响,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起点是很艰难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大家讲到了各种解决方案, 比如说监管啊, 刚才副主席, 还有一种, 这个社会的一种提高数字素养, 但是呢, 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的, 需要综合的, 综合性的, 能够让我们解决问题的, 这样一种全面的方案, 所以呢, 我们, 我们要抓紧了, 时不待我, 我们需要抓紧行动, 还有这个, 领导人要发挥领导力, 尤其只有这些错误信息, 需要信息带来的威胁, 发挥领导力, 需要全社会, 公民积极参与, 政府跟企业, 公民社会, 还有技术社区,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到现在位置, 基本上还是政府推动的, 而且我们所有的基础, 都是普世价值, 人权, 民主的基础上,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目标, 需要同时实现, 但是这些重要的基础, 不能是我们的起点, 而且要落实这些普世的价值, 在新西兰这方面有一些经验, 尤其19年3月份发生了一些攻击, 那么很多人挺身而出, 我们需要众多的所有的立项官方参与来应对恐怖主义的攻击, 我想这就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听了, 这个嘉宾讨论的一些感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就是打造这种完整的信息生态系统, 我们确实需要整体的来讨论,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机制的基石, 影响到我们的人权, 刚才Marie也讲到, 讲得非常好, 就是信息的完整性一直到极端化和恐怖主义的攻击,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问题的两端, 需要整体的解决, 还有一点, 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 就是哪些方面做得不好, 需要改进, 光政府当然都是不行的, 需要企业的参与, 而且需要一些定期的报告,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 对长期繁荣, 人权民主都非常重要, 我们公民社会需要不同角度的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 重申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机制机构是否够用, 有去考虑到技术的进展, 要打造一种多力相关的一种机构框架, 我非常欣赏大家的智慧, 希望通过大家的发言和分享的, 真正我们能够带回去一些有用的信息, 谢谢, 现在呢, 每一个嘉宾呢, 都有两分钟的时间来总结一下, 我来, Nick, 你先开始, 多力相关方非常重要的话题, 非常重要, 大家总是要找一种单一的解决方案, 没事没有的, 也就是说, 政府能做的是有限的, 那么今天讲的很多的宣布这些错误信息, 非法, 这样是不够的, 那么很多基础措信息的信息欣喜, 其实他们却是产生负面影响, 但完全是合法的, 所以呢, 你知道不能够就是光一了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也有信, 政府本身有很多的短板, 72%的政体是威权政体非常糟糕的数字, 他们能做的是有限的, 所以呢, 有关内容审查啊, 尤其由政府来审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很大的担心啊, 还是很难本身, 所以呢, 私立部门, 国民社会, 我觉得应该抵制这样的做法, 那么私立部门, 也不能得到完全的信任, 当然, 基础公司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但是呢, 还是要小心, 我觉得主流媒体, 他们你知道通过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 进步放大了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 所以呢, 光靠他们也是不行的, 谢谢, Grandy Michel, 我想讲四点, 讲四点, 首先, 政府的重要性, 尤其是信息认证方面, 希望, 在座的政府代表, 还有其他没有到场代表, 政府进行合作, 还有呢, 技术公司作用, 在提供, 向用户提供透明度方面, 希望让他们做出自愿的承诺, 第三, 国民社会的参与, 还有多力相关方的参与, 刚才大家都讲到, 第四点, 我觉得还没有, 今天为什么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我想强调一下, 有关进步提高透明度, 应该, 它不能影响言论自由和信息审查, 最佳的方式, 不是说是限制内容, 而是分享准确的信息, 所以呢, 深圳市AI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我们期待跟私立部门政府和国民社会一起合作, 无论是来自这个发达和发展国家, 来一起这个, 用在这个尊重人权和民主技术上来一起迎接这个挑战, 谢谢, 谢谢Maria, 我也想讲三点, 首先呢, 我一直在批评技术公司, 但是呢, 我们跟他们进行合作, 因为他们必须参与, 因为他们是唯一有能力来减少伤害的公司,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所以呢, 我们使用东盟的说法, 所以呢, 让你们要看你们的用模式, 要这个遏制下你们的贪婪, 不影响你们的, 不符合你们的最佳利益, 然后政府, 政府要主导, 但是首先我们了解技术公司在做什么, 比如说, Facebook如果有更好的收手引擎的话, 我们就不用搞其他的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在这个节奏, 在这个速度方面要更快, 因为每两周推出这样的一种相关的标准推给社会, 也就是说呢, 要加快这个速度来进监管, 第三呢, 就是针对这个公民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那么记者非常重要, 但是呢, 记者光记者也不行, 靠公众参与, 要积极的参与, 公民要积极的参与, 是时候了, 我也讲三点, 我们要跟民主政体进行合作, 那么你知道他们在法治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他们的参与和合作, 我们就这个事情做不成, 第二点, 我很高兴的看到在G7就AI问题进行合作, 还有行为准则方面进行合作, 第二点, 讲到监管, Maria刚才讲到这方面, 立法步骤太慢了, 我们可能跟其他人比还快呢, 但不能够从上往下, 不光在欧盟, 公民社会需要积极参与, 因为这个公民他们不想被操纵, 我们相信媒体的重要性, 还有研究机构, 他们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了解情况, 通过他们的分析, 才能做出很好的政治决定, 最后一点, 就是消费者和使用者, 我做专研五年了, 主要从事消费者保护, 确保健康产品不会有毒, 我们你知道在这个意识方面, 教育方面要加达投资力度, 所以跟公民一起为他们为公民有公民, 所以, 比如说我们的选举之前, 在线上做很多宣传工作, 让他们了解, 不要被操纵, 他们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不能够被操纵, 因为线上被操纵是很容易的事情, 您也说两句吧, 谢谢, 感谢让我参加, 那么虚假信息预言一列, 但是呢, 也看到一些希望吧, 讲到希望, 因为我觉得大家共同理解, 我们要采取行动, 我想这个方面是有共识的, 而且时差方面, 落地方面, 要行动起来, 马上行动起来, 非常重要, 为此我们需要国际的合作, 需要国际的对话, 就像我们现在在做一样, 平台, 技术公司, 他们需要参与, 也是非常重要的, 平台的扩展, 他们越来越大, 影响越来越大, 那么研究宪法, 它的宗旨就是要控制规制政府, 那么这种限制非常重要, 不光政府, 技术公司, 也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 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进行规制, 那么我想单独一个公司, 在这个管制跨公司, 这个公司方面不能单打独斗, 需要合作, 需要携手, 这是我坚信的, 还有我特别强调, 结构, 这个互联网经济, 平台经济的结构, 那么没有好的结构, 不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所以要打造一个整个生态系统, 解决方案, 但是这样做很难, 因为我们要打造一种新的文化, 但是我充满了希望, 如果我们合作的话, 我们应该继续讨论, 继续分享, 来这样做, 谢谢, 谢谢, 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 印尼, 印度和美国, 马上就要选举了, 我想在未来的一年, 马上就要选举了, 所以我要感谢嘉宾, 印度尼西亚的Petri, Maria Reza, 一年的诺江货币者, 还有欧盟的专员, Michelle, 这个官会, 和Yamamoto, 是日本的热衣大学的教授, 谢谢, 庆英艺术大学的三本能源教授, 感谢, 好的, 我们一起合个影, 现在, 吃中饭了, 谢谢,